參謀中長梅家柱 到立法院背巡 穿西裝 通常參謀中長穿軍服 因為軍政軍令系統 軍政的國防部 國防部長是文人 穿西裝 但是參謀中長基本上是軍人 史上第三人 唐飛是第一個人 他說我要讓社會了解 我們演習的規劃 顧立雄是國防部長 所以他這次找了參謀中長 去一起去背巡 也被質疑了 不過顧立雄說 以後不會常常幹這事情 並不是常常要這樣 黃鴻雄 以前我在立法院的同事 他要去做監委 他說外力干涉台灣國防很嚴重 特別在蔡英文這段時間 包括你兵役變成一年 包括你買各種武器 國防的政策等等這些 不對稱戰爭 他說現在賴清德 負擔就很重 你怎麼辦 繼續聽美國人還不聽美國人 顧立雄說參謀主長 到立院背巡 不會成為常態 也不應該成為常態 另外梅家術說 如果讓大眾支持國軍 是我應該做的 大眾也不會因為你一個人 梅家術支持或不支持國軍 說是因為你一個人那就完了 另外為什麼穿西裝 他說考量時空環境不同 他說主要因為現在是 組織調整以後 所以參謀本部雖然負責是軍令 但是現在已經變成國防部的 內部組織了 所以我就穿西裝 表示我還是有文人的 這樣的什麼氣質 形象 顧立雄要建立他的形象工程 媒體認為他之所以把 因為他最近搞了很多改變 譬如說部隊裡面 什麼各種好幾個政策的改變 等等等等 包括叫參謀村長到立法院去 不用刺槍 另外 不用刺槍等等 另外 替政部也不用了 台南叫做洗漱沙灘 出現神秘坑道 怎麼會有神秘坑道 他們就懷疑是不是 為漢光椅器做準備 問題來了 漢光椅器不是說沒有劇本 這個石兵不實彈 實際的戰爭 怎麼發生就怎樣 沒有劇本 沒有劇本說挖這個坑道幹嘛 不是有劇本嗎 所以大家就問梅加州 梅加州我會去了解 他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 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 另外為什麼近年漢光椅 要取消實彈 這個參謀村長說 為了熟悉戰物 去中心化 培養獨立作戰 所以取消實彈 因為以前的演習是有規劃的 師隊抗該怎麼打怎麼打 是有規劃的 所以就算有實彈 那個實彈也是規劃的 不是亂打的 他說他沒規劃 沒規劃隨時有遭遇戰 萬一實彈一打 實彈打死了怎麼辦 所以本島今年就沒有實彈 我們看一下 請顧部長還有梅總長 國民黨國防外交 趙偉馬文君 特別邀請參謀總長梅加州 來立院備詢 形成罕見畫面 梅總長畢竟至少你是 文道有先後 書業有專攻 那部長雖然曾經在國安會 不過我們這一次漢光演習 做了很多的變革 那剛剛梅總長也可以侃侃而談 所以我想今天如果有您來說明 當然會是比較適合 畢竟漢光四時將有大變革 邀請原由白話文就是 找個專業軍中體系 較能回答重點問題 不過此舉也引起立委為辭 您真的覺得這個議程當中 有不適合 但是不好意思說嗎 還是說其實您覺得是OK的 大法官四至四六一號解釋 確實有一個所謂 獵襲備詢的一個規定 然後他就是在解釋 參謀總長有沒有獵襲備詢的義務 也不要說這個尊重立法院 反而變成了是部長的權威受損 即上回有參謀總長接受質詢 已經是25年前的總長唐飛 當時穿著一身軍裝 50年了 但這回沒加速西裝筆挺 說是時空環境不同 所以做調整 而上午質詢委員中 把部長總長一起叫上台的 都是國民黨立委 來 立方兄 我先這樣講 先講一下總長 要不要到立法院的問題 李喜民前總長說 這因為可能洩密 歐教講這個話滿好笑的 如果參謀總長到立法院 接受質詢可能洩密的話 請問你國王部長 國王部次長 還有副參謀總長這些 難道他們去就不會洩密嗎 而且已經都當到參謀總長了 什麼該說 什麼不該說 什麼可以回答 什麼不能回答 哪些是秘密 哪些不是秘密 難道他不會分辨嗎 所以我就講這個 實在是沒有道理 那我請問你一下 美國參謀首長 聯席會主席 到不到國會作證 去 而且穿軍裝 這個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第二個 這個顧立雄先生說 他到底立法院 不應該成為常態 我跟你講 是看你立法院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需要 找他去 這沒有什麼常態不常態的問題 就是規定你 立法院如果要求你去 你就要去 但是我想立法委也不會無聊到 沒事就把參謀總長找來吧 這不可能的事情 另外我們現在的總長講說 穿西裝 也因為時空環境不同 我不曉得所謂的不同是什麼 不過他講一句話 就是說現在因為經過國防二法以後 現在參謀本部 就變成是國防部底下的一部分嗎 這個也都不是理由 美國的三軍統帥是總統 可是國防事務是誰在管 文人的部長在管 那這樣子有影響到 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 到國會參加聽證會嗎 沒有嘛 所以這個也不是理由 最後講一個事情就是說 演習說沒有劇本 我跟你講演歌仔戲 演一個話劇都有劇本 你怎麼可能演習會沒有劇本 你有劇本就是扶鬧 我請問你作戰計畫算不算劇本 作戰的計畫本身就是劇本 如果敵人從京東上來 我要怎麼處理 從京西上來我要怎麼處理 這種東西都要寫好一套劇本 只有這個劇本 因為戰爭的變化太快了 所以這個劇本要隨時視情況而定 要修改 要修正 你說沒有劇本 我就覺得很好笑 第二個講說沒有假想底 所以沒有什麼逢軍 藍軍對抗的情形 我覺得我們選美國人都是選一般 人家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 可以到國會去 我們參謀主長要去 好像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這不是選一般嗎 同樣我請問你 美國現在有沒有這個藍軍對抗 有 怎麼會沒有 那我們就是一定要搞到說 跟人家說 我下次這樣子 我有一個建議 你們新上來這些大人物門 不要有過 不要躁動 不要有過動 我認為磨定而厚動 包括刺刀這些 該不該把這個刺刀的訓練 你也可以取笑這些 你先了解 你到軍隊裡面多去幾次 多跟這些老將軍們 跟年輕的阿兵哥們見面聊天 以後你再做決定 而不是上來以後 就是新冠上任三把佛 我要讓你們知道 我是多麼的英明 我跟以前那些人都不一樣 我哪有就很多很好的點子 然後士兵們也高興 因為輕鬆多了 爸爸媽媽也高興 也輕鬆多了 我告訴你這不是這樣演的 不過你剛剛提到那個美國 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 現在我們參謀總長對不對 我去查過 好幾任的參謀總長 都是預官出身的 不是美國 ROTC 不是什麼海軍官校 空軍官 都是ROTC出身的 但他ROTC有一個制度 不是大學考著 他從進大學就開始選拔 而且跟你獎學金 還不錯的獎學金 一路培養你 一路扶植你 找到好的學生 在大學裡面就受選 我在美國念書 常常看到 學校裡面一堆學生兵 就出來出操的 所以他這樣有計畫的培養 所以不是只限定三軍官校 我們台灣現在 有幾個預官當將軍 你算過我聽有幾個預官 預官可以當到參謀總長嗎 不可能 你一方面說 軍隊找不到人 人不夠 人才不夠 軍人一去打這種現代化 要最厲害的人才能當軍 一等一的 非常厲害的人 才能當軍人 一般人是不行的 就當那個指揮官 那很厲害的人 我們夠資格 就是全台灣最厲害的人 他如果都願意 我去願意幹軍人 那你就要從大學就要培養 他要培養 而且他有機會 他能當參謀總長 他有機會他才願意 所以你只學一半 什麼都學一半 學一半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學到人家那個精髓 來 孫雯兄 這個以前說總長不能到立法院 都是說因為怕去立法院被修辱 影響他的威信 會影響他帶兵 部長 國防部長去被修理 沒有威信就沒關係嗎 很好笑 文人 但是其實真的原因是 不是這樣 原因是總長比部長大 總長老大常進人在後面 部長是小弟 出去被修路沒關係 直接跟總統報告 對 但是當然現在這一個 顧立雄 顧立雄現在要表示 把你拉來立法院被修理 我是老大 你已經不是以前那個總長 躲在我後面的 顧立雄很厲害的 他手升到軍令系統 然後這一個包括宣布很多 他軍隊要討明星 很多阿兵各党 不用踢針部 不用刺槍 不用什麼 所以他現在這個 會主導國防的政策 我覺得這個角度 比較從這個方面來看 梅加速說 漢光演習 現在漢光四艘演習 是首勢作戰 不是攻勢 不是我們要去打大陸 他打我們 首勢 所以特戰隊援兵歸原位 以前特戰部隊陸戰隊什麼 可能都扮演攻擊方 他們回去 他們是手 他們變成攻擊 所以援兵歸原位 勞共打的他們是手 他不是攻擊方 所以沒有人扮演紅軍 就這個道理 另外因為取消實兵對抗 你跟誰打 學者說好像有點音樂廢死 你總是有對抗 你不對抗 你怎麼打 誰跟誰打 你怎麼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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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心想就會 你你怎麼打呢 我 стало不容易 你怎麼打呢 然後我還說 我覺得是要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